旅美好手張玉成 今年球季登上大聯盟 休賽季反台可沒閒著 他將在10月中的雅錦賽 和林子偉以及哥哥張靖德 一起披上國家隊的戰袍 我們兩個就是很久 我跟他也沒有一起打過球這樣子 出了15年雅錦賽那時候 然後很久沒有就是 披上中華隊的戰袍 也很久沒有在 自己的國家打中華隊這樣 就感覺還滿開心的這樣子 我跟哥哥沒有就是 然後去一起穿過中華隊的衣服這樣子 然後也滿新鮮的 就是等待一些這樣子 就是一起 為國家並且作戰這樣子 然後 這樣大家都會 拿這樣的實力就是 為國家 至於本屆十二強 中華隊和兩支拉丁美洲球隊 波多黎各 委內瑞拉分在B組 張玉成雖然身處 印第安人隊40人名單 本屆的十二強無法出賽 但以旅美多年的經驗談到 無需畏懼中南美洲的球隊 能夠打出自己的風格最重要 遺憾一定會有 因為畢竟這是大比賽這樣子 沒辦法為國成功 就是滿難過這樣子 對啊 希望能夠以後 有這個機會的話 希望能夠 把你政治分力這樣子 對啊 打球風格 就是去看一看 我覺得是個人比較重要 因為我們不是拉丁美洲選手 我覺得 做自己比較重要 因為 如果去學別人的話 你學不到別人的特點這樣子 對啊 就是做自己就好了 沒試過 豪章